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记者报道的有关语节层面临危机的新闻 首先,这位记者在之前写过很多有关语节层正面的新闻 但是昨天报道的新闻标题是 动摇的语节层如何对应多方面同时的打击 这位记者表示 最近语节层主持的节目 出现了很多争议以及指责的声音 首先是语节目带动了韩国普洁热潮 但是最近穷军啊、哈哈等固定出演后 风格又重新退后到母汉多证的感觉了 尤其是在最近播放的内容中 成员们互相挑戏让对方生气 甚至还打巴掌式的搞笑风格 受到了很多观众们的指责 因为是语节色所以就这么快平息了 如果换成是其他搞笑艺人 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然后在人里面最近引起的唐亚纳级游戏争议 这个游戏是2000年初在韩宗X-Men开始的游戏 游戏规则是为了让对方失去平静心 无法回答唐亚纳级 所以常常会问很多私人的问题 但是很多观众们表示 20年前也许可以容忍用私人问题来开玩笑 但是现在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最后就是最近最受欢迎的节目 Yukiz on the below 这个节目一开始是在街上访问普通市民 透过与市民们真实的对话 带给了观众们很多感动 在疫情爆发后 改为在室内采访各方面的出演者 但是看最近几集内容的话 游戏公司 网络时装公司 APP开发公司等 大部分都是出来宣传自家公司的福利有多好 再来就是邀请当红印人们 而让很多观众们都觉得很遗憾 记者最后也表示 当然这些不能说是宇杰森个人的危机 但是宇杰森能够长时间站在顶尖的位置 是因为宇杰森能够让自己出演的节目 与观众们产生共鸣 所以虽然不能说是危机 但是这种危机 同时在所有节目出现的话 确实是需要好好关注一下 要不然可能会面临真正的危机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虽然标题有点那个 但是节目本身有问题都说的对呀 宇杰森本身是不会动摇 但是节目确实是有点遗憾 轮廟某案子中打巴掌搞笑的部分 不是宇伦宇的话 应该会更被攻击的 真的是逆时代的搞笑 非常认同 不是在抹黑宇杰森 因为是以宇杰森为中心的节目 所以才会提到宇杰森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为什么是宇杰森 宇杰森是出演者又不是制作组 人临没正义跟宇杰森没有一点关系啊 感觉是想尽办法要抹黑一样 节目没意思 主持人自己能怎么办吗 你以为是拍YouTube吗 宇杰森伪计论每年都会出来 但是宇杰森一直都很健在 去年甚至还拿下了大赏 对于这位记者报道的宇杰森危机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目前伏兵印中的下一人忙的Temmy 因健康问题雕动了兵役 1月14号 SN娱乐发表声明 Temmy因为从以前就有的忧郁症 恐慌障碍等症状 当兵期间有一直接受治疗与商谈 但是最近病情恶化 透过警方判断 无法同时进行治疗与军生活 因此将他的兵役调动为补充役了 非常抱歉突然带来这样的消息 公司今后也会尽全力集中在 Temmy的治疗与安定上 好想哭怎么办 Temmy 粉丝们心要碎了 别家粉丝都觉得很心疼 希望你能加油 但是不是说兵役调动就能好起来呀 希望你能坚强 因缘你的人真的很多 听说不能亲一对有忧郁症 恐慌障碍的人说加油 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是希望Temmy周围的人 能好好照顾Temmy的健康 今天最后个消息是 1月13号 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 上传了云娜学2PM的舞蹈 朱诺学虎诺诺舞蹈的影片 我们先来看一下 云娜跳的2PM舞力机 接着是朱诺跳的 好暖心 2PM 虎诺诺是我学生时代的爱豆 天呐 云娜的舞线真的太帅了 好喜欢去诺 云娜学舞蹈的 云娜学舞蹈的速度真的好快 我要去云娜家 我也去 好 Arts